我们想要吃饭吃吧 互联网科技的迅速发展 为民众生活带来便利 影响到现代商业经营模式 尤其最近流行的微型创业 借由互联网带起的商业新潮流 目前两岸各地许多店家企业 都透过互联网行销迅速发展通路 位在高雄市左营区的黄英通路集团 就是看上了这块市场大饼 将健康系列产品以结合互联网的方式 让消费者可以在买卖商品的同时 自然又轻松地开创良心事业 而且黄英通路集团经常举办会员联欢餐会 带动工商观光经济繁荣 我们的那个天罗地网的专案 其实是一个全新的商业模式 我们的商城开始启动的时候 这些食衣住行娱乐 因为我们有很大量的人跟钱 所以我们会得到很多的一个福利 也是折扣 善良积极又充满年轻活力的黄英通路总经理江世轩说 2016年开始 黄英通路和天明制药携手合作 以慈悲心做公益的心情 推出健康产品绿翠来 开始展开微型创业的机制 所以产品一上市 就深受消费者的信赖跟肯定 三个月就卖出60万包 我觉得除了说财富之外 帮助别人健康 对我们的回馈其实是更大的 那帮助很多人的健康 每天每天得到这些伙伴的感谢 其实对于财富上 我觉得这些感谢让我觉得非常的踏实 而且非常的感恩 每天生活在感恩之中 我觉得非常的棒 江世轩强调 黄英通路跟拥有丰富经验 和品牌形象的天明制药合作 开放了位在屏东的观光工厂 让一般民众都可以参观 为了让消费者放心使用绿翠来 加入黄英通路是健康快乐的永久事业 也同时拥有幸福平安 我觉得很安心 这个工厂 观光工厂让我 对于我未来的人生充满希望 因为他可以让我赚到钱 1月16号我加入以后 竟然我推荐了20多个人 那我们公司背景又好 产品又好 所以我是觉得这个 和人家分享 和人家一起来加入我们的方一 我们的签名 我们一起来 踏拟来探紧 微型创业当然有兴趣 因为这么少钱就能够来做一个事业 又有天明这么大的背景 让我们真正的很放心的去从事 黄英通路总经理江世轩表示 一般的传销公司都要先花大钱买商品 才能成为传销公司下线 在黄英通路 消费者可以透过销售或使用商品 同时就变成会员 再以互联网加上大健康为基础架构 配合团体购买的分红 经营销售的回馈 以微型创业的平台自己当老板 推动台湾整体的经济发展 天明集团已经拥有50年的制药的历史 那今年在1月1号 天明集团成立了黄英通路 以互联网加大健康 加大团购的微型创业 在市场来开始运作 江世轩表示 黄英通路就是秉持安全 天然 创新 效率的企业理念 希望未来可以帮助更多消费者 变成事业负责人 达成人人荷包满满 轻松当老板的目标 记者陈文旭 肖又金 赵若启 高雄报导 和智举两个 вел行创业 蓬服人 也试着